要提防嘴唇爆拆,不少人會用潤唇膏 但銷委會測試市面45款潤唇膏 發現當中八成,即是36款都含有礦物油物質MOSH和MOAH 這類物質會積聚體內,可能會致癌 樣本當中這兩款的MOSH含量最高,分別達到70%和66% 大幅高於國際建議上限,即是5%至10%的標準 這三款MOSH含量亦超過50% MOSH可以在身體內累積,亦會產生一些對身體有的反應 在動物研究來說,可能會對肝臟、皮臟、淋巴結等組織產生傷害 例如一些脂肪、肉芽種的情況出現 另外,MOAH來說,因為我們會懷疑它對基因和癌症有影響 所以亦要盡量避免 這個部分添加了一些潤唇膏,部分添加了一些香味和味道 可能到小朋友經常去逃抹,以及在那裡舔口唇 所以吸取的量可能會比較多,所以家長要特別留意 如果你現在有這一類的產品,是否要立即扔掉呢? 也未必是,因為我們看到某一些產品我們測試出來後 其實含量都不太高,所以在這些情況下都未必需要 特別是在成人方面的使用的話,未必需要即時扔掉 消委會又建議進食或飲水前,最好先抹走嘴唇上的潤唇膏 減低口服、攝入礦物油物質的機會 東網記者何指浩報導 那是最好的,全民族的潤唇膏 都很明顯 有種族的潤唇膏 但是,如果我們看到某些地方 有些潤唇膏 但是,你現在有個潤唇膏 所以,我們看到某些潤唇膏 但是,我們看到某些潤唇膏 所以,我們看到某些潤唇膏